如有一天,大肚娃娃被打开,你的爱意窥见天明,可世上再无你和风龙的婚期将近,小妖案里即将启程,去武神山代驾。 今日,小妖去玩图山市的车马行给香柳寄完最后一份礼物,带着苗圃去了一趟青秋。 她本以为自己已经坦然接受了和景的现状,直到二人在街上碰见,眼眸相撞,内心的酸涩又翻腾起来,要将她击溃。 小妖却还是强撑,提着嘴角快速离开。 回了小月顶,小妖还觉心绪难平,草草问过外祖父,便打着做饭的油头入了厨房。 小妖厨艺不差,可她懒,很少下厨,难得她下厨一次,枪炫很是赏脸,吃了不少,两人陪着轩元王说说笑笑,很是欢乐。 饭后,小妖向枪炫辞行,打算明日出发,回武神山代驾。 枪炫命苗圃拿来酒碗,小妖本就胸中烦闷,端起酒碗一饮而尽,枪炫也不示弱,忙陪上一碗。 小妖和枪炫一碗碗喝起酒来,枪炫的酒量和小妖相当,以前在清水镇喝酒时,从未奋出胜负,只是当时两人都有保留,看似大罪,实际不过七八分罪。 今夜两人喝酒,都不知节制,只是往下灌,到后来,是真的鸣鼎大罪。 枪炫拉着小妖的手,一遍遍说,别离开我。 小妖喃喃说,是你们不要我。 枪炫说,我要你,你做我的王后,我谁都不要,我把她们都赶走。 宣元王道,今夜是哪个暗卫? 萧萧从暗处走出,宣元王对萧萧说,送枪炫回去。 萧萧搀扶起枪炫,枪炫拉着小妖的手不肯松,我一个女人都不要,只要你,宣元王挥手,枪炫被击婚。 萧元王盯着萧萧,今夜你守着她,她说的任何话,听到的人立即杀了。 是。 萧萧抱起枪炫,月上坐骑,引入云霄。 小妖趴在桌上,嘴里嘟嘟囔囔唤唤唤,已然大醉。 萧元王对苗普说,宋王挤回去好好歇着,夜里备份醒酒汤。 看着苗普扶着小妖渐渐走远,看了眼天边枪炫离开的地方,叹气摇头。 入夜,小妖做了梦,不似寻常做梦,还没睁眼,她就听见水声缠缠。 睁眼看去长空无云,月光倾泻,小妖站在一片月下胡泽之上,不同于香柳带她去的葫芦湖, 这片湖水静密宽广,但云雾缭绕,一眼尽望不到头。 小妖揉揉眼,试探性地开了口,香柳。 周遭无人回话,小妖只听得自己的声音。 心下叹气,用脚踢着水花,虽说香柳在海下来去自如, 倒也不见得能穿梭于每片海域,自己果真是喝多了。 正想着,却觉得周身清爽,没一点大醉的滋味, 灵台清明更不似醉酒,小妖向前走去,想探探此处究竟是什么地方。 一步踏出,脚下微波荡漾,眼前忽出现一片虚空, 竟如星星镜一样折射出画面来。 画面逼真,小妖仿佛身临其境, 但伸手碰去,又有一层结界相隔,难以入内。 画面徐徐展开,她带着阿念回了五神山, 父王问她可否考虑清楚成婚事宜,她却还是应下。 又看到碧海蓝天间,火红的蛇眼石南花铺满荒凉的峭壁, 开得惊心动魄,自己一身白衣,赤脚坐在黑色的礁石上, 一朵朵浪花呼啸而来,碎裂在她脚盘。 她竟在海边坐了七日,看着画中海浪翻腾又起, 小妖想到了那抹白色,她在海边坐了七日, 莫不是在等香柳,可香柳为何不来见她? 小妖猝眉继续看下去。 到了婚期公布的日子,赤水族的聘礼浩浩荡荡入了高薪, 她看到香柳在清水镇握着水晶球看了好久, 看到屠山景以三十七年良草前请香柳抢婚, 看到自己在古月笙中搭着风龙的手下了洗船, 并地赤莲耀眼似火就开在二人手中, 也看见了酒席旁面带并色的景。 这是未来发生的事。 小妖戏声说着,生怕画面消失, 又睁大眼睛瞧去,生怕露下什么。 她看着自己拜了天地,却并不高兴, 想要开口说些什么,却什么也说不出。 只听得一声轻悦的叫声, 穿破画面,刺入她的耳朵,小妖。 小妖,不要嫁。 男人眸中平静如水,穿过人群雨彩灯死盯着她。 竟是防风贝,小妖惊呼, 赤水族和高薪王族的婚礼, 她不要命了。 小妖看着防风贝以当时她对香柳所起的世代走了身穿喜服的自己, 看见朱布族朱砂房封贝, 看见郡队和枪炫因为找她而混乱, 看见她和香柳在清水镇一住就是医院, 看见了桑田还有麻子串子的孙子。 看着香柳以妖力探寻她内心时, 话外的她都心中打鼓。 小妖仔细看着话中的自己, 看着香柳的眼神并不和善, 想来是怪她以誓约羞辱自己。 再往后, 通过于信, 小妖去了青秋, 她替景致病后, 偶然探得了防风异应和涂山猴的秘星, 安顿好景的钥匙, 提醒下人多加防范后便匆匆离去。 云雾涌现, 遮住小妖的目光, 往周围看去, 甚至连月光和远处的湖面都看不清了。 小妖急得伸手去挥, 却怎么也挥不开, 她也来了脾气, 索性一屁股坐在水面之上。 不知坐了多久, 云雾渐渐散去, 画中场景缓缓浮现。 小妖是吃油的女儿。 声音不知从何处钻出, 悉数钻入了小妖的耳朵, 有娘亲的, 有外祖父外祖母的, 有父王的, 还有枪炫的。 小妖又想起离开玉山时两个侍女所说的话, 她害怕地捂住耳朵, 声音却还是传入耳内。 由不得细想, 云雾彻底散去, 画面再次浮现。 此时的小妖已被高兴王族除名, 人人接换她西陵九窑, 小妖跟着屠山景去了桃陵, 见到了小妖日思夜响的娘亲, 又在酒离暂住了些时日。 她又一次定下婚约, 是与屠山景。 他们牵着手在小月顶一婚, 轩原帝和枪炫都帮着参谋, 枪炫一身黑袍, 上绣着金色玄鸟, 威仪万分。 境外的小妖总觉得她与现在不同, 但却说不出是哪里不同。 画面一转, 竟是枪炫高座于金龙椅上, 命人暗中协助屠山猴, 除掉屠山景。 小妖心下骇然, 忙捂住嘴巴, 生怕自己的声音跑了出来。 哥哥, 后来的画面, 屠山景在清水镇遇险, 不知所踪。 画中的小妖整日在水中一直找着, 可直到成婚当日景依然毫无踪迹。 她被信天翁以屠山景之名, 骗至大海之上, 是向柳救了她, 以真身带她穿过漩涡。 这是小妖第一次见到香柳的真身。 还来不及感叹, 香柳又赠她一幅海图, 他们遇见了佐尔, 而后向柳匆匆离去。 看着香柳的背影, 小妖才意识到, 她似乎总是一个人走来, 又一个人离去。 小妖怅然。 小妖也想不出, 哥哥为什么要杀了景, 更想不出究竟是谁要杀她。 不待她细想, 云雾一聚一散, 又变换了场景。 哥哥, 我必须杀了她。 你疯了。 星月, 枪炫药是知道不会放过你的。 是星月和风龙的声音, 小妖屏息听着, 画中之人却不再说话。 她…… 是指我吗? 可星月为何要杀我? 你还不知道吗? 她喜欢的是你呀。 画中的星月对着小妖嘶喊着, 枪炫就站在远处树下, 默不作声看着这一切。 画中的小妖着急地让星月闭嘴。 小妖不知道这大镜子究竟是什么, 也不知道镜中的事情是否会发生, 一时间难以接受的事情太多, 她竟感到害怕。 不要, 不要再给我看了。 小妖低着头挥挥手, 不愿再看。 小妖人中的女性地的女性地的男性地线。 从前面来, 我老了。 小妖一身地索。 飞着我就衔中。 , 一天不是女性地线。 那不要紧美。